繼續HERTA的運用 今天要把它運用在有3的感覺的節奏裡面 例如Shuffle 128節奏 例如Swing這樣子的節奏 因為在這些節奏裡面出現 三連音的感覺會非常的自然 今天這個HERTA的手法也非常的簡單 跟前面講的332的過門裡面的3 感覺是一模一樣的 是這樣子的 雖然我打了四個點 但是前面兩個32分音符的感覺 你要把它當成是一個時間點 當成是一起的 1 2 3 再一次 1 2 3 1 2 3 1 2 3 用這樣子的感覺 打完一組剛好是一拍的時間 所以你在算拍子的時候 我們先去習慣一下 心裡面模擬一下這個手法 對著拍子打起來的這個速度感覺是怎麼樣 1 2 3 4 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 大概是這樣的速度 再一次喔 1 2 3 4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跟Swing的節奏一起去運用 我就把剛剛的這個手法全部都打在小鼓上面 來囉 也可以把剛剛的這個手法做一個移位的運用 先打在小鼓 TOM TOM 當然你順序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在這邊我示範的是一個很簡單的 移位的順序 連起來是這樣子的 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位手法 在之前的其他的應用範例裡面也出現過 例如第一個音留在TOM TOM上面 其他的音就留在小鼓上面 所以聽起來會是這樣子 這樣子是一拍 當然這個移位的順序一樣 你可以自己去決定 我在這邊只是示範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範本 來囉 另外一種移位的方式 就是把剛剛打在TOM TOM上面的這些音 改打在銅拔上面 你可以去移位在任何不同的銅拔 Hi-hat, crash, splash, china,或者是ride都可以 在這邊我就先只用ride來做示範 這個看起來比較清楚一點 1,2,3,4 當然也可以打在其他的位置上面 我現在試試看打在splash上面 FB-6 continue FB-6等 FB-6 ready 再講一個移位的方式 就是剛剛的移位的概念基本上都是一拍一組一拍一組的感覺 現在我們要在這一拍裡面就做一個移動 像是這個第一拍 我把後面的這兩個音移到Tom Tom上面變成這樣子 第二組 前面E的位置在Tom Tom 然後就是23移到這個Medium Tom 第三拍 第四拍的1跟2就留在落地鼓 第三個點我想要改用大鼓去踩 變成是123 我這樣做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大鼓等一下 也許可以跟下一個小節開頭的第一顆大鼓去做一個連接 聽起來有另一種趣味 我們再來慢一點試一次 來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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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